他养了一只黄金蟒 就是一条蛇了 哎呦 蛇年了 他这个小蛇呢 竟然是离家出走 长达了九个月 老板娘本来以为说 下次要再看到他 恐怕是已经被人家消防员 给补起来 然后呢 围捕了 没想到呢 竟然是别人说 在电视上看到了 我好开心哦 长城的黄金蟒蛇 和主人年弟弟 他的名字叫做刘小虫 前年走丢 主人还以为凶多吉少 结果就在两年后 房东竟然说看到刘小虫 而且还在演戏 我房东跟我讲说 他在五福宫 然后又跑出台戏 传统戏剧里 演员肩膀上的这一条 就是走丢的刘小虫 走丢这两年可没闲着 先是被捡去电视台嘎一脚 又被放到桃园知名财神庙 当吉祥物让信徒膜拜 等到和主人相认时 原本147公分的刘小虫 已经长大到210公分 小虫变大虫 那我看到之后 我就很确定他就是我 那后来他看到我 他的反应也很激烈 他一直要跑到我身上 然后我一看就知道 走丢两年的黄金蟒蛇 竟然就刚好在12年找回来 实在好幸运 索性把他养在店里 让刚结束流浪奇遇记的刘小虫 当正殿之宝 中间新闻简直莫林明珍 桃园采访报道